他這樣子眼神緊盯的 另外一個方向在那裡看 然後呢一直19秒不動 然後就在那邊聽 這個主持人在問問題 你不覺得這個實在是太詭異 太奇怪了嗎 難怪很多的網友們 要議論紛紛啊 有這 因為一國元首的狀況 健康 不要說健康 包括心理啦 身體啦 甚至他的思想 那都是要被檢視的 因為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尤其美國又是一個 總統制的國家 它就是像大腦嘛 如必食指 它的意志 會灌輸到它所有各個 國務卿 副國務卿對不對 然後才去做各個部會的政策 然後推行 它一個方向錯誤 後面很多人要去收爛攤子 包括他想講出台灣 他做出這個動作 我就甚至想說 要協防台灣這個東西 他到底有沒有真的想過 他是認真的嗎 很可怕耶 因為當你沒有辦法 真的逝世的時候 比如說我逝世就是做事情的時候 那個根本沒辦法 把一個國家維持下去 大家應該知道 以前最重視身體健康檢查 就是馬英九 大家應該有記得 馬東東每一年都會開放 媒體去拍他身體檢查 大家應該很深刻 他八年我們拍了八次 那以前的陳水扁 他大概每一兩年 他也會 大家應該也印象深刻 陳水扁都會露個膀子 然後讓人家去檢查那些東西 只有蔡英文到現在都不給人家檢查 你有沒有發現 蔡英文到現在幾乎沒有看到媒體 有去健康中心健檢去拍過 任何身體健康 這倒是 所以前一陣子大家一直在討論 蔡英文狀況好不好 大家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們今天 請教官會這麼重視這個 因為一個元首的狀況 是整個台灣 更何況美國 拜登的狀況是整個美國 他牽動的是全球 開玩笑 他不是這樣對抗中國嗎 對啊 那你要這樣對抗嗎 萬一 萬一 好啦 俄羅斯 中國已經發射核子彈了 那個是分秒必爭 有人算過那個箱子 你在短時間按下去 美國就是毀掉了 結果拜登說 報告總統 現在俄羅斯 中國已經發射核子飛彈了 然後拜登這樣 19秒 那人家飛那個已經飛過來了 對 更何況是還有極因素 是喔 19秒 沒有 現在美國的進度 有點落後了 極因素 極因素 當然不是啦 問題是拜登現在 他不斷的在很多的政策上面 他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論述 那我們說實在的 我自己當然是希望說 拜登要健健康康 他不要誤判 因為他如果誤判形勢 說真的 這個絕非人民之福 這個人民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啊 這個人民也包括了中國的人民 全球其實呢有很多 各國很多的一些政策 也都是會為美國總統拜登所牽動 對不對 他拉著盟友做了很多事啊 所以呢 我們要這樣子看 所以希望他還是健康一點好啦 免得呢真的是給大家找麻煩 那話說回來 他到底健不健康這件事情 光是這一點 你知道很多美國的網友喔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人就說 至少那個推特啊 我下去看那個留言喔 就人家在第一時間喔 這一位呢他PO完留言之後 你看下面的留言就說什麼 他其實喔是手握著方向盤 他是在開車 只是你是Invincible 看不見的 Invincible 看不見的 還有說什麼 他的手啊 其實是靠著PO臉啊 靠著這個像這樣的一個台子 只是你看不見這個PO臉 然後又說什麼 有人講很多很多的理由啊 說什麼喔 其實那個時候 然後他什麼就是在什麼 反正意思是說 他要你按一個play啦 就是你因為 因為還沒有被按play這個鍵 所以他就不會動 有點像剛才我們線上 有一位網友說的什麼 他是機器人喔 這個這樣的一個意思喔 那你知道對照之前 有志你記不記得 這是他第一次吐採嗎 不是啊 真的假的 很多次了 蛤 很多次了 只是不一定遇到 Anderson Cooper 不是啊 很多次 真的嗎 你要不要說幾次給我聽聽 好 你要 很誇張嗎 其實坦白講 3月的時候 他當時因為他在上他的專機 然後那時候呢 其實他剛上任不久 想不到呢 他是連三摔 那麼這個連三摔 連連的跌交 步履站不穩喔 這個腳站不穩 然後他上階梯的時候會這樣 然後大家就哎呀 其實你就如果是老人家了的話呢 不應該這個還跑這麼快 他速度有點很快了 他有點小跑步 有一點 然後呢他可能又急 然後就又好 這個是又連三摔 連三摔了之後 大家就開始為他的健康 開始擔心了 然後再過來呢 他後來也曾經有什麼 他記不住 記不住什麼呢 記不住什麼 記不住很多事 譬如最近最近的這一次 就是在9月份 9月份在AUKUS那一次 那一次你記不記得 他在聯合了英國的首相 Boris Johnson 還有澳洲的這個總理 那個時候呢 他在宣佈這個事情很重要嘛 但是問題是呢 他要去介紹人家 澳洲的這個元首的時候呢 澳洲總理 對 什麼My fellow down under 他這樣講 就是你完全沒有把人家的名字 他一直講出來 那麼你就直接就說 我的這一位傢伙 什麼down under就是澳洲嘛 在南方嘛 down under 然後呢就人家想說 蛤 所以你連 你今天要講AUKUS 好像英國是你的好朋友 澳洲更是你拉進來的盟友 但是你居然連人家的名字 Harrison 你都講不出來的話 那是不是有點太誇張了呢 真的 真的太誇張了 然後還不止 他有啊 因為他之前 之前其實那一次是在 也是上任不久 也是上任不久 那個時候有兩個人事命令 人事案 然後那個時候呢 有什麼部長什麼的 對 好像是運輸的司令啦 然後呢 總而言之他那次 交通部市長之類的 他是這個我就不太確定 但是總之呢 是高官要職 否則也不需要你拜登來宣佈嘛 宣佈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結果因為因為這個人選呢 其實是由國防部長引劍 國防部長呢 那他按道理來講 他就直接只講說 哦我要非常感謝的是 國防部長某某某來引劍 為國舉差 對 但是他連國防部長的名字 他也忘了 那不是他自己認命啊 所以 對啊他就說什麼 管這個機構的傢伙 又是傢伙 對對對對對 所以呢他又是記不住 人家的名字 然後這個就讓大家就傻眼了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 然後後來再加上有一次 哦還有啊 有一次 對 他後來他回白宮 他從外面回來 回來以後呢 然後呢他都有隨身貼身護衛 對啊對啊 那護衛呢就是說 總統請往這邊走 OK啊 那我就往那邊走啊 就請他走走 結果問題是 他也沒有按照護衛導引的方向 他指導他往西 對 請你往這邊走 結果他繞開 走另外一條路 大家就覺得到底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困難嗎 你知道 對 太多太多這樣的例子了 所以有一次你不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因為你一而再 再而三不斷的上演 然後呢第一時間 當時他連三摔 白宮是有講話 說那個時候你知道什麼原因 有什麼原因 說因為風太大了 那風太大坦白講 我就勉強接受了 可能他那時候身體比較虛弱 所以一不小心砰 跌了一跤 可是後來因為是連三摔 連三摔就讓我們覺得 哎呦 那個風有這麼大嗎 然後到後來 那不就弱不驚風了嗎 對 對不對 中國人的成語用的真是好 弱不驚風 所以嘛 那到後來呢 後來一而再再而三的 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發現白宮 怎麼好像也不太回應了 欸 對不對是不方便回應 不方便回應啊 因為其實歷任白宮 只要針對總統的狀況 在白宮記者會上面 大概都無法逃避啦 通常你也知道白宮記者會 白宮的記者不是大家 隨便可以進去 那個是要經過考核 或者是還是要有一些調查 然後才有白宮的記者會聯誼會 然後再去追問 通常白宮不太會去躲 我這些記者的問題啊 你看川普常常吵架啊 對不對 哪怕問他不喜歡的 他也會 至少他會回應嘛 還會出來直接嗆CNN記者啦 對通常不太會 不回應總統的事情 是 哇會到不回應 我覺得會不會不方便 拜登真的怎麼了之類的 其實請教官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也很多人一直在提 拜登好像有狀況 好像有點老的感覺 包括他反應慢 反應慢 你會發現 他在辯論的時候 也常常被下面的一些批評的話 反應慢 記性差 對 反應慢 記性差 然後好像都傳出來的 都是健康問題 反應慢 記性差 走不穩 走不穩 然後呢 還有很多 這個問你東答西的 就答非所問 因為剛剛我們講 上Anderson Cooper 這個Town Hall這個節目嘛 然後其實在7月的時候 他那時候也是上了這個 CNN的這個節目 也是一樣 對 一樣的節目 那不是Anderson Cooper 這個我就不確定 但是他去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人家其實是在問他 就是說有關於警察的這個 這個資金就補助啊 這個是不是要砍 總而言之是在談一個 國內內政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後來他就說什麼 你是在講什麼 我是在吸小孩子的血嗎 就是很奇怪的一個話 就回的讓大家都聽得傻眼 然後那個時候 問他問題的這個記者呢 結果就也愣在那裡 那所以在那一次 那個是7月發生的事情 結果後來你知道 馬上就有一個前白宮醫師 那這個醫師 其實在之前前面的一個歐巴馬 那麼還有在川普 那個時候他都是在白宮 御醫的角色 有點類似 對 對 對 那時候他就大膽的預測了 預測 就說 拜登沒事 沒有 相反 拜登坐不完任期 對 因為他是從他種種的言語跟行動 然後來判斷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嘛 我剛剛都已經講了這個 這只是其中部分喔 我有很多也都跳過 因為我們時間很有限 所以 對 所以這一位呢 他就直接就是這樣子預測了 就說可能做不完 所以可能呢就是副總統 到時候是不是就是在 拜登都還做不完一期 或者是兩任 然後就是因為不知道 他能不能連任成功 但總而言之 就是至少在看這一任 都不樂觀 所以認為說可能會做不完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那白宮呢 白宮到現在目前為止 針對他上節目的那個反應 完全沒有任何一句話 我都還是知道 因為我真的喜歡 對他在 CELEC 因為他照顧 那幾次在那邊 就算了 因為我不是愛地 但是我還會說不完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